我还没等待 我早上要你离开 房东要求他离开 要休息就去网咖 但房客赖着不走 房东直接拿出备用钥匙开门 拆卸房门 天花板和浴室灯泡也通通拆除 法官认定房东侵入住宅 判刑拘役30天定验 房东把房子租给房客之后 所有权就限缩了 因为使用权会在房客身上 那如果像这种初约到期 他真的是房东想要收回房屋的话 那可能就要去经过诉讼 然后经过公权力 然后有那种执行命令他才能进来 双方解除合约 但房子仍被房客占有支配中 房东没有权力闯入 万一碰上这种恶房客 只能寻求法律途径 其实签约后 可以将合约书拿到公证单位 加注强制条款 一旦发生纠纷 就可以直接拿到法院执行处 由司法单位强制执行 导媒房东遇上霸道房客 就算拥有房屋所有权 但没有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 还是不能自己强行进入 以免惹上官司 记者王朝伟 温三 台北匆报道